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长白荣誉一行人 日前到华林县政府拜会县长徐真卫 副县长严新章共同商讨 花莲市临森路到公园路间等街道线的开换工程 那么相关质疑的事宜希望获得县政府的支持 跟在地商家里面的体谅 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长白荣誉表示 花莲市临森路至公园路等道路 台湾管县工程施工期 预计为期180个工作天 除了希望与县府相关业务单位协商 并申请路权挖取许可之外 并盼望能够与在地里长取得共识与谅解 在施工期间依道路实际状况 引导人车行进制替代道路 以维持交通顺畅 今年大概也是选举快到了 然后又刚好疫情经济在复苏 所以说做这个工程难免会带给 那个县府还有地方这些一些不方便 但是考量说这个真的有 他长期而言真的有这个必要性 因为像日本311大地震反省地震 他们那些之前有事办来埋这一种管材 发现地震之后并没有像我们传统说 地震之后大家忙于还要恢复这个旧灾以外 还要为了这个漏水的问题再解决 那因为有这个其他国家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们也跟我们公司在地震之后 因为县府的一个关心 我们也跟公司争取这个经费 县长徐正伟表示 感谢自来水公司积极处理花蓮市老旧管线泰换事宜 任何建设工程皆会影响在地居民的生活 建议事工单位能够在开工前进行邀及当地里长实地会刊 并且召开说明会与在地商家及住户妥善沟通 说明工程内容及其成 尽可能降低交通管制 对附近居民生活带来不方便的影响 逐步在派这个派出创新管线的部分 当然地方上这个当然是全力配合 但是现在这六个工区 六个工区因为是在花蓮市的人口密集区 所以我想当然有建设也有破坏 有建设也有破坏 但是希望我们把这种冲击力降到最低 然后也把影响到民众的需求 以及影响到民众的进出 能够把它降到最低 那现在今天请特别请四位里长来就是 第一个在上一次道安会报 真委已经要求说 一定要到地方去做现地的说明会 跟民众充分的沟通 我们再来做实作品 因为民众你要跟民众两边的店家 或者住户做好充分的沟通 大家对于这样的工程能接受 而且有心理准备 我想这样子会比较好 记者林杰花蓮市采访报道 先伤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